这是天罗秘境开启了 众人一起向湖面上看去 只见那空间波纹震动得越来越快 而且开始旋转起来 几个呼吸之间便在半空当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波纹漩涡 那漩涡当中透出无比巨大的犀利 周围的空气都疯狂地向里面汇聚 带起了烈烈的风声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当中 漩涡开始慢慢停了下来 最后呈现在众人面前的 是一个直径足有两张的漆黑洞口 这个黑洞就那样静静地悬浮在那里 里面漆黑一片 如同夜空般深邃 什么都看不清楚 这就是天罗秘境的入口 每一次能够支持半炖箱的时间 等过了这个时间就将无法进入 张和看向叶不凡等人 谁想退出现在还来得及 不想退出就开始吧 他话音一落 还没等众人做出反应 突然一道黑影腾空而起 直接向着那个黑洞冲去 啊 众人都是一愣 这是一个身穿黑衣的年轻人 既不是三大宗门的弟子 也不是新人排位赛的队员 很显然 这家伙是想简陋进入天罗秘境 在很多人看来 只要冲进那个洞口 自己的机遇就来了 四大直视就算再厉害 也不可能冲进去抓人 眼见着那黑衣人 距离洞口越来越近 突然一只真元大手 凭空出现在半空 一把便将他握在掌心 随后一团血雾爆开 出手的正是张和 他一把解决了那个黑衣人 随后神情冷利地看向四周 胆敢浑水摸鱼者 死 在场的众人都是吓得浑身一抖 有几个蠢蠢欲动地 马上打消了内心当中的想法 毕竟这四大直视的修为高的可怕 根本就没有漏洞可钻 震慑住了那些准备 投机取巧的人之后 张和再次说到 抓紧时间 天罗秘境里面凶险无比 建议几个人组队 这样能更安全一些 有这个想法的 一定要连在一起 不然通过这个空间之门之后 不一定被传送到哪里 可能就分散开了 我们走 作为皇室成员 拓拔羊和拓拔双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 他们直接组成一队 手牵着手 向着黑洞飞去 海成功和绍峰 我们组成一队如何 可以 两个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他们也看出来了 叶不凡四个人必然是一组 而那些三大宗门的人 也不可能和他们组队 要想组队 也只能有这么一个选择 拉着这个 省着等一下我们散了 嘎尔娜是个女人 自然不好 和两个人牵手 她伸手摸出一条红色的绳索 递了过来 海成功伸手将绳索抓在掌心 却发现 入手之后凉凉的 软软的 仔细一看 怕什么 这是我的红娘子 没有我的命令 是不会攻击人的 你一个大男人 干嘛这样胆小 听他这样一说 海成功稳定一下心神 最终还是没有放手 而另一边的黑马绍峰 则是没有太大的反应 伸手抓住了蛇尾 最后三个人 一同飞入了黑洞 随后其他人 也都是有样学样 一起向着那个黑洞飞去 一转眼的功夫 三大宗门的人 都已经进入了天罗秘境 叶不凡也不再迟疑 左手拉起了蒋方舟 右手牵住了陆雪曼 陆雪曼又拉起了李清竹 四个人手牵着手 进入了黑洞 进入黑洞那一刻起 几个人马上 便被巨大的吸力吸走 随之眼前陷入了绝对的黑暗 同时一股巨大的拉扯之力 将他们包围 好在四个人早有准备 这力量虽大 但还不至于将他们分开 这个时间并不长 大约一个呼吸之后 四个人眼前一亮 双脚又重新踏上了地面 随后一股浓郁的灵气扑面来 这灵气实在是太浓郁了 让人有一种 立即就坐下来修炼的冲动 但眼前的景象 却和预想中的不同 按道理来说 灵气如此浓郁 四周应该是苍天树木 绿草如荫才对 可这里却是一片沙里 放眼望去 竟是滚滚黄沙 一眼看不到边界 蒋方舟说道 这是什么破地方 怎么看起来如此荒凉 陆雪曼说道 这地方什么都没有 更不可能有宝贝 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 说完他就准备预空飞行 可真气运转之后 发现 自己依旧站在黄沙上 没有半点移动 再三试了几次 确定自己真的无法预空飞行 惊讶地叫道 这里竟然是限制飞行的 听他这样一说 其他几个人也都纷纷尝试 最终发现 谁也无法飞行 包括合体气的叶不凡 李清珠说道 这个鬼对方 竟然无法飞行 看来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尽快离开这里才行 众人对这个提议 没有任何意见 选择了一个方向 一路向前狂奔 刚刚走出不远 便看到两道黑影迎面来 赫然是大兴帝国的 大皇子拓跋扬 和长公主拓跋双 与此同时 两个人也看到了叶不凡 眼中顿时闪过一抹恨意和兴奋 叶不凡微微摇了摇头 还真应了那句老话 不是冤家不巨头 没想到刚到这里 就遇见了这两个人 这个拓跋扬在外面仰仗着身份 接二连三对自己下手 为了不牵连天风帝国和身边的人 自己几次都忍了 可这笔账还都是记得的 如果在这里这家伙还不知好歹 那就怪不了别人了 只能怪他自己找死 此时此刻 拓跋扬两人陡然加快了速度 很快便来到了众人面前 拓跋扬露出一抹阴狠的笑意 小子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你没想到这么快 就遇到本皇子吧 无论是因为落雨蝶 还是排位战第一的宝座被抢走 他都已经将叶不凡 列为了必杀之人 在外面 他还因为各种顾忌不敢动手 但在这里什么都不存在了 蒋方舟怒道 你要怎么样 他现在对于叶不凡 有着发自心底的尊敬 与自己大哥为敌 不要说对方只是一个大皇子 就算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我要怎么样 拓跋扬冷冷一笑 不知死活的东西 竟然敢抢本皇子看中的女人 还拿走了原本属于 本皇子的排位战第一 你说是不是该大谢八块 呸 臭我不要脸 蒋方舟撇了撇嘴 洛姑娘看不上你 那是因为你长得丑 排位战我大哥赢得光明正大 大家都看着呢 说了是你既不如人 又怪得了谁 你这个贱民 有什么资格后大皇兄这样说话 旁边的拓跋双彻底被激怒了 作为大新帝国的长公主 向来都是嚣张跋扈 自认为高人一等 从来不把皇室以外的人放在眼里 此刻他怒视着蒋方舟 你这个贱民 杀了都是便宜 等一下就把你带回去做个太监 一辈子伺候本公主 呸 丑人多做怪 就凭你也呸 蒋方舟满脸厌恶地看了一眼拓跋双 虽然这个女人 长得也算是姿色出众 但这种自以为是 嚣张跋扈的性格 让人极为厌恶 你这个贱民 我现在就杀你 拓跋双简直都要气疯了 作为长公主 什么时候有人敢这样 和他说过话 况且作为一个女人 最接受不了的就是 别人说他丑 特别是那一脸嫌弃的模样 实在是让他无法接受 来就来 谁怕谁啊 蒋方舟的伤势 在叶不凡的医治下 已经恢复了七七八八 自然也不怕眼前这个女人 拉开架势 就准备动手 等一下 叶不凡伸手将他拉了回来 然后看向拓跋扬两人 近来之前 大总管已经说过 严禁在这里私下动手 难道你们要违反规则不成 他之所以这样问世 有着自己的考量 毕竟大兴帝国 是最强大的帝国 而眼前这两人 又是大皇子和长公主 如果这里的信息 能够传递出去 他们必须要好好考量一下 毕竟还有天风帝国 和水木大学 不想因为自己 给李道然和 花子月带去灭顶之灾 张和说的算个屁 他只是我们大秦帝国皇室 养的一条狗罢了 拓跋扬自然不知道 叶不凡的想法 再加上昨晚张和等人 出手帮忙的事情 让他心中 已经有了极大的不满 原本按照他的想法 等从天罗秘境出去 马上就会向拓跋红一汇报 到时候 让张和付出代价 他冷笑着说道 而且 这里是天罗秘境 就算我把你大谢八块 外面也不会有任何消息 所以 你就放弃幻想 这里根本就没有人 能帮得上你 老老实实地受死吧 听他说完 既然这样 我就放心 小子 还真是大言不惭 你当这里 还是擂台吗 还能让你投机取巧吗 拓跋扬面目争鸣 对于叶不凡 他有着足够的自信 在他看来 之前之所以失败 是由于自己刚刚突破 境界不稳 而且中了对方的诡计 如今已经彻底 将修为稳固在了合体初期 就算对方有四个人又如何 依旧不是自己的对手 毕竟合体期和练须境之间 可是有着并非鸿沟一般的差距 也正因如此 他刚刚才会有恃无恐地冲过来 无知小辈 去死吧 说完他一声怒吼 抬手便向叶不凡拍了过来 这家伙如今已经是 实打实的合体初期 一掌拍出带着滔天的威势 狂暴的气流席卷起地面上的黄沙 铺天盖地带着无尽的威势砸了过去 与此同时 拓跋双也抽出了背后的长剑 杀气腾腾地冲向了蒋方舟 拓跋扬带着滔天的气势 和无比的自信 在他看来 只要自己出手 叶不凡就是必死无疑 甚至连一招都挡不住 可没想到的是 还没当他触碰到对方 突然一只巨大的手掌 从黄沙中穿了出来 随后啪的一声抽在他的脸上 拓跋扬被这一巴掌 直接抽飞出去 一头扎进了沙子里 当他从地上爬起来时 整个人看起来无比的凄惨 满头满脸都是沙土 一张嘴吐出一口 混着泥沙的血水 你 你 你 他看着叶不凡 既震惊又愤怒 昨天两个人在擂台上 还打声打死 自己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怎么如今连对方一巴掌 都没挡住 这不可能 我是合体气的强者 你一个练虚静 凭什么打我 带着满心的不甘 拓跋扬再次冲了过来 只不过转眼之间 又飞了出去 与上次不同的是 这次被叶不凡 接连抽了四五个大嘴巴 脸颊都已经高高肿起 一嘴的牙齿 连同着烟红的血水 洒落在黄沙上 你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样厉害了 拓跋扬算是明白了 自己根本就不是 对方的对手 甚至连一招都挡不住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修为 合体后期 还是合体巅峰 他现在恨死了 眼前这个年轻人 明明就是个高手 干嘛非要装成原因气 这不是坑人吗 早知道这样 自己肯定不会 过来找麻烦的 之前就是因为 感觉吃定了对方 所以才敢肆无忌惮地 跑上门 结果倒好 被人家打成狗 此刻他心中 满满的都是后悔 早知道这样 自己是肯定不会过来的 就算要报仇 也要动用皇室的高手 不会傻傻地 把自己送上门 厉害吗 哪有大皇子殿下厉害 叶不凡细血的一笑 接连又是 十几个大嘴巴 抽了过去 而另外一边 拓跋双在蒋方舟 陆雪曼 李清竹三个人的夹击之下 也是节节败退 他的修为 也是练虚境巅峰 但平日里 被冠以天才的名号 在皇室的光环之下 又有谁敢来和他动手 实战经验是少之又少 如今遇上了真正的对手 还是以一敌三 瞬间便落在了下风 蒋方舟对这个女人 已经厌恶到了极点 自然也不会怜香惜玉 陆雪曼两个女人 也是毫不留情 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拓跋双浑身上下 已经挂满了伤口 你们 你们 这些贱民 你们竟然敢打我 我要杀了你们 我要杀了你们全家 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 我要把天丰帝国都灭掉 拓跋双作为 嚣张跋扈的长公主 平日里只有他打别人的份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此时此刻接二连三的受伤 肺都要气炸了 不停地咆哮着 可越是这样 越是方寸大乱 空门大路之下 被蒋方舟一脚踹在小腹上 如同破麻袋一般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落在拓跋扬的身边 面对眼前的形势 拓跋扬时去地闭上嘴巴 可拓跋双却没有这种觉悟 这女人从本质上讲 就是个嚣张的泼妇 她张嘴吐出一口血水 抬手指着叶不凡几个人 破口大骂 你们这些贱民 竟然敢对我大兴帝国皇室动手 给我等着吧 等出了天罗秘境 我马上便告诉父皇 到时候不但你们都要死 连整个天风帝国都要陪葬 他这边骂得痛快 破巴扬的脸都下绿了 心中暗骂这个蠢女人 就算要报仇血恨 也不能现在就说出来 这不是逼着对方杀人灭口吗 果然 这一番话说完之后 叶不凡的神色就变了 他原本不是试杀之人 之前还有些犹豫 要如何处置这兄妹两人 听过这一番话之后 身上的杀气陡然爆发 无论是为了天风帝国 还是为了自己身边的这些人 这两个人都不能再留 既然这样 那你们就都去死吧 感受到他身上陡然爆发的杀鸡 破巴扬下的浑身一抖 连忙叫道 住手 你听我说 你不能杀我 否则的话天风帝国就完了 叶不凡瞥了他一眼 吓唬我是吗 没用的 你已经说了 在这里杀了人外面根本就不知道 就算你们两个死了 也不知道是死在我的手里 只能当成正常陨落 这不一样 拓巴扬已经是吓得双腿颤抖 生怕叶不凡一下子就把自己解决了 连忙说道 别人死了就死了 但我是皇室成员 我身上有大兴帝国皇室独有的灵魂印记 如果我死了 我父皇第一时间就会知道 是谁杀死我 到时候不但是你 就是水木大学和天风帝国一个都活不了 必然会遭受我大兴帝国最惨烈的报复 拓巴双在旁边跟着叫道 没错 你有本事你就杀了我们 看看到时候会有多少人 去给我们兄妹陪葬 拓巴扬此刻恨不得直接塞住这女人的嘴巴 自己说这么多 只是想让对方有所顾忌 可不是为了激怒对方 叶不凡微微皱了皱眉 如果只是一个人 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两个家伙干掉 关键自己身后站着一个帝国和一个水木大学 以他现在的实力 还不足以对抗整个大兴帝国 想到这里 他将抬起的手掌放了下来 开始用神石扫尸拓巴扬两个人 想看看他是不是在骗自己 当神石扫过泥湾宫时 感受到那里有一种异样的能量波动 虽然不明显 但却着实存在 这应该就是所说的灵魂印记 拓巴扬声怕他不信 再次说道 不用看了 我没有骗你 就是我们皇室特有的印记 不管是谁对我们动手 最终的影像都会传送到我父皇那里 叶不凡心中一动 你是说 到时候传回去的 是我的样子 拓巴扬紧张之下 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妥 叫道 没错 父皇会将凶手的模样 看得清清楚楚 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我知道了 叶不凡说到这里 突然神情一致 抬头向远处看去 与此同时 众人也意识到了不对 这里原本是一片戈壁 四周极为寂静 可此刻却传来一阵怪异的沙沙声 大家一同看了过去 只见原本平整无比的戈壁滩 突然一只只黑色的东西 从沙子下面浮现出来 赫然是足有脸盆大小的巨蟹 这些蝎子通体都是黑色 巨大的身体后面 翘着一条足有半米多长的尾巴 黑油油的伪真 在阳光的照射下 闪烁着寒芒 两只血红的小眼睛 紧盯着众人 闪烁着责人而适的光芒 最关键的是 这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一眼看不到边界 也不知道有多少 看到这一幕 李清竹紧张地叫道 这是什么东西 他从小到大跟在李道然的身边 出去历练的机会并不多 对于妖兽了解的也很少 叶不凡神情变得无比凝重 这是五阶妖兽见尾些 看到他这个反应 李清竹问道 不就是五阶妖兽吗 很厉害吗 叶不凡点了点头 对于一般人而言 宁可遇见一只六阶妖兽 也不愿意遇见剑尾些 看到李清竹着实不知道这东西 陆雪曼接过话题说道 与其他的五阶妖兽不同 这东西最厉害的 就是他的尾巴 上面那根针 他的尾针 不但足有一尺多长 还带有剧毒 最重要的是 能够如同弓箭一般射出来 进行远距离攻击 所以才得名剑尾些 而且剑尾些都是群居 一旦发现就有成百上千只 多则上万 这相当于一群弓箭兵 一旦来一次骑射 就算是合体骑抢者也挡不住 听陆雪曼介绍完毕 李清竹也露出震惊的神色 没想到这种蝎子 竟然如此厉害 旁边的拓跋扬说道 叶不凡 你赶快把我放开 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 我们一起对抗剑尾些 不然大家都得死 他现在是想尽办法获得自由 一旦找到机会 马上就会逃离这里 你想多了 这东西虽然立 嗨 还不被我放在眼里 叶不凡说完 整个人凌空跃起 手中一个白色的塑料袋 对着剑尾些的方向 致了过去 作为五阶妖兽 多少有了那么一点灵智 看到有东西 向自己这边扔过来 为首的几只剑尾些 马上开始攻击 将尾后的尾针射了出去 扑扑扑 那只塑料袋眨眼之间 便被射了个稀巴烂 里面的白色粉末 一下子散落出来 然后随风飘散 拓扑扑扬直愣愣地 看着这一切 不知道叶不凡在搞什么 可最后发生的一幕 让他们惊呆了 之前那些白色粉末 飘落之后 下面的剑尾些 马上开始躁动起来 血红色的眼睛 闪烁着疯狂的光芒 可是 他们不再向这边进攻了 而是就地发起了攻击 直接挥舞着钳子和伟真 攻击起身边的同伴 一时间 整个剑尾些的队伍 都发生了暴乱 相互之间拼命地攻击 有的被打掉了钳子 有的被打掉了尾巴 有的 直接被打成一滩烂泥 刚刚那自然不是 普通的白色粉末 而是叶不凡炼制的 受血沸腾 这个东西 不但对人有效 对于妖兽也是一样 此刻的剑尾些 都已经彻底陷入了疯狂 不管是什么东西 只要剑了就会攻击 拓扑扬看的目瞪口呆 嘴巴张得大大的 久久无法合拢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有人用这种办法 对付疯狂的剑尾些 这怎么可能 叶不凡冷冷一笑 怎么样 没见过吧 好不好玩 拓扑扑扬看到 他充满杀意的目光 突然想到了什么 不由下的浑身 一斗紧张地叫道 你要干什么 在新人排位赛上 你想废掉我 昨天晚上联合正家 和杜家对我动手 刚刚更是想要杀了我 现在还跑过来问我 你说 我要做什么 拓扑扬顿时耸了 满脸哀求地说道 叶不凡 求求你放了我吧 只要你饶了我 我保证以后 再也不找你的麻烦了 大皇兄 干嘛要求一个贱民 拓扑双嚣张地叫道 只要他杀了我们 灵魂印记 马上就会传回到父皇那里 我就不信他 赶不顾天风帝国的死活 对我们动手 叶不凡微微一笑 你说对了 我确实不敢用 天风帝国来冒险 更不会置我身边的人 与危险之中 听他这样说 拓扑双顿时又有了底气 下巴一扬 满脸都是巨傲之色 剑民 既然这样 就赶快给我们兄妹 下跪道歉 不然 拓扑双正直高气扬地说着 突然双眼放大 满脸都是惊恐之色 只见叶不凡一脚踢出 直接将面前的拓扑羊踢飞出去 此刻的大皇子穴道被封 眼见着自己距离 剑尾歇的蝎裙越来越近 吓得魂飞魄散 可又没有任何改变的能力 皇妹 赶快救我 事到如今 他也只能向拓扑双求救 只可惜 拓扑双刚要有所动作 就感觉后心一麻 同样被封住了穴道 眼见着这边 没有任何人救援自己 拓扑羊心中充满了绝望 刚刚他便猜到了叶不凡的想法 只要把自己扔进蝎裙 就算是死了 传回去的影像 也只能是剑尾歇 拓扑红意 就会误以为 自己是陨落在蝎裙当中 此刻他最恨的人 却不是叶不凡 而是自己的妹妹拓扑双 要不是这个无脑的女人 接二连三的挑衅 或许对方也不会杀死自己 你这个贱女人 都是你 是你害死了我 拓扑羊刚刚骂到一半 怒吼声戛然而止 只见一根剑尾歇的尾针 从他的喉咙处穿过 留下一个足有手指粗细的血洞 随后他的身体掉入了蝎裙当中 这些疯狂的剑尾歇 连自己的同类都会攻击 更不要说是他了 几乎是一个呼吸之间 堂堂的大皇子 就被彻底撕成了一堆碎肉 大皇兄 拓扑霜发出一声凄厉的嚎叫 这个女人虽然既嚣张又愚蠢 可对拓扑羊的感情倒是真的 毕竟这是他的亲生大哥 最后他双眼血红地看向叶不凡 你这个剑民 你杀了我大皇兄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要灭了天风帝国 我要把你的女人都卖到青楼去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你给我闭嘴 叶不凡一个大嘴巴抽过去 拓扑霜便飞了起来 随后被抽飞了半嘴的牙齿 我一般是不打女人的 可是你这个女人实在是太恶毒了 叶不凡迈步走了过去 一脚将拓扑霜踩在脚下 你这个剑民 你竟然敢踩我 你赶快给我拿开 不然我非杀了你不可 拓拔霜双眼血红 这个女人嚣张惯了 将皇室之外的人都视为低贱之人 从来没想过有一天 自己会被他口中的剑民踩在脚下 叶不凡脚下用力 直接将他的脑袋踩进了沙子里 让他马上闭住了嘴巴 你口口声声叫别人剑民 是谁给你的这个资格 难道就因为你有一个皇帝老爹 叶不凡也确实是被这个女人给激怒了 在我的心目当中 公主是个非常高贵的名词 只可惜被你给玷污了 像你这么尖酸刻薄 而又恶毒的女人 辜负了这副好皮囊 也不配公主二字 还是去死吧 叶不凡说完一脚踢出 拓拔霜也飞了出去 很快便落在歇裙当中 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嚎 这个嚣张跋扈的长公主 最终也落得一个死无全尸的下场 大兴帝国皇宫的后花园 拓拔红义原本正在喝酒 突然将手中的酒杯狠狠地摔坐在地 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旁边的皇后娘娘吓了一跳 惊诧地问道 陛下 怎么了 大皇子死了 拓拔红义神色阴沉 虽然他不想让拓拔羊做太子 但终究是他的儿子 可刚说到这里 他再次暴跳如雷地怒吼起来 是谁 竟然敢连朕的女儿都杀了 皇后也是神色大变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双双陨落 他咬牙切齿地问道 陛下 羊儿和双儿身上 不是有你的神魂印记吗 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竟然敢对我皇室的人动手 带我查看一下 拓拔红义怒火滔天 伸手一划 顿时一个虚幻的镜面 出现在半空当中 拓拔羊和拓拔双死前的场景 慢慢浮现 这 看到上面的场景 他顿时傻了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一儿一女 竟然陨落在妖兽的嘴里 这环抱个屁仇 好了 我们走吧 天罗秘境这边 叶不凡带着蒋方舟等人 继续前进 绕开些群 向着另一个方向赶去 天罗秘境开启的时间 只有三天 他们要尽快找到 想要的机缘和宝物 纵然这里限制飞行 但众人的速度还是奇快 犹如流星一般向前急迟 很快便来到了千里之外 当他们翻过一座沙丘时 瞬间觉得眼前一亮 眼前的景象 已经彻底出现了变化 不再是一眼 看不到尽头的黄沙 而是植被茂盛 绿草如荫 飞鸟走售在林中穿梭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最让人嘖嘖称奇的是 那绿地和沙漠之间界限分明 就仿佛是人为画出来的一般 众人踏上绿地 心中不断地感叹着 这里的神奇 哎呀 那不是三色菇吗 眼间的李青竹 指着远处惊讶地叫了起来 大家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只见一棵大树下面 长着一株拳头大小的蘑菇 与谱 通的蘑菇不同 这株蘑菇上分为三种颜色 散发着淡淡的幽香 三色菇是配置和灵丹的一味主要 虽然等级不是特别高 但也极难寻找 没想到刚到这里就遇见了 这里果然是个好地方 李青竹过去 将三色菇踩了起来 随后众人一边前行 一边搜索这里的灵药 这里灵气充足 灵药众多 当走出百里之后 众人都是收获颇丰 就在这时 一阵淡淡的药香飘了过来 这是灵药成熟的味道 众人立即顺着香味寻了过去 很快看到 前面有一个不大的小湖 湖中心有个小岛 小岛上长着两株淡紫色的植物 这种植物并不太高 大约一米左右 每株上面只长六片叶子 顶端生着一朵紫色的小花 看起来晶莹剔透 就犹如玉雕的一般 香气就是从那朵花上面传过来的 叶大哥 那花真好看 这是什么啊 蒋方舟指着那两株紫色的植物问道 他进入苍峰学院时间不长 见过的灵药很少 学到的东西也不多 自然不认识这是什么 这是六叶紫灵花 叶不凡的声音中都透着一抹惊喜 显然也没想到 在这里能够遇到这种灵药 之前虽然采集了数十种灵药 但它都非常淡然 如今的表现 立即引起了其他人的好奇 蒋方舟问道 叶大哥 这东西很值钱吗 这是猎日充须丹的主要 论价值 丝毫不输于我之前拿到钱的红圆果 叶不凡说完 直接一步踏出 脚踩着湖面吉尺 很快便踏上了小岛 一脸惊喜地站在六叶紫灵花前 其他人虽然不认识六叶紫灵花 但却知道充须丹是什么东西 那可是能够让合体七充积动虚境的灵药 顿时也兴高采烈地踏上了小岛 蒋方舟见叶不凡站在那里不动 问道 叶大哥 怎么不赶快把它采下来啊 叶不凡说道 别急 这六叶紫灵花还没有完全成熟 等到六叶叶子全部脱落的时候采摘下来 药性才能达到最佳 陆雪曼问道 那要等多久 叶不凡说道 用不了多久 马上就好 按照古一门传承中的记载 这六叶紫灵花花开之后 只需要三刻 六片叶子便会全部脱落 按照时间推算应该差不多了 果然 不到一刻钟 两株六叶紫灵花的叶子开始掉落 几乎一转眼的功夫 六片叶子便全部掉光 眼见着彻底成熟了 叶不凡就准备伸手采摘 住手 随着一声大喊 四道人影从远处急驰而来 大家一起扭头看去 只见急驰而来的正是雷云中的四个人 为首的是夏侯婷 紧随其后的是杜冲 而刚刚那一嗓子也是他喊出来的 四个人的速度很快 眨眼之间便登上了小抖 当看着面前的六叶紫灵花 都是一脸的欣喜 杜冲兴奋地叫道 夏侯师兄 这六叶紫灵花可是好东西 随便一株都能价值数千上品零食 看来我们这次发达了 听到他这番话 蒋方舟立即皱起了眉头 喂 你这人是怎么回事 六叶紫灵花是我们发现的 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什么叫你们发达了 李清竹跟着说道 说的没错 什么事都讲的先来后道 我们已经在这里守了半天了 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作为主持人夏侯廷 没有立即表态 按照他的性格 遇到这种好东西 是应该立即抢到手的 可是想到之前雷恒的叮嘱 心中有那么一丝犹豫 杜冲看出了他的心思 立即到耳边低声说道 夏侯师兄 你不是看上了那两个小丫头吗 只要把这两个小子弄死 让他们看到你的强大 自然也就是你的了 这家伙虽然年纪不大 但却狡猾如虎 接到了大长老杜如山的命令 要除掉叶不凡 但他没有单打独斗 也没有直接出头 而是想把雷云宗和夏侯廷 捆到自己这一边 这样才能把握更大一些 除了事 也有人替自己顶着 杀人就算了 把东西抢过来就行 夏侯廷最终 还是顾及雷恒的面子 没有动杀心 按照他的想法 只要自己将两株六叶子灵花 抢到手里 教训一下叶不凡 让陆雪曼两个女人 看看自己的本事 到时候自然就知道该选择谁 做出了决定 他上前一步说道 先来后到是吗 我们在一个时辰之前就来过 只是那时候 这六叶子灵花没有成熟 既然现在成熟了 那就应该归我们所有 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蒋方舟怒道 胡说八道 还要不要点脸了 你怎么不说 上次天罗秘境开启的时候 你就来过 夏侯廷冷冷一笑 你要那么说也可以 总之 这两株六叶子灵花 都是我们的 杜冲跟着说道 说得没 错 你们趁我们不在 来盗取六叶子灵花 这就算是偷 你无耻 陆雪曼被这两个家伙 气得浑身发抖 没想到人的脸皮 竟然可以厚到这种程度 行了 没必要生气 叶不凡伸手将他拉了回来 随后说道 这样好了 六叶子灵花刚好有两株 我们一人一株 他之所以能够让出一株六叶子灵花 完全是看在雷恒的面子上 毕竟那个老头 为人还是不错的 直爽仗义 照顾一下他门下的弟子也可以 小子你耳朵聋了吗 我说了 这六叶子灵花都是我们的 和你们没有一点关系 还想要从我这里分走一株 做白人梦吗 夏侯廷无比霸道 说完之后 目光又转向了陆雪曼和李清竹 一眼尖笑 当然了 两位师妹想要也可以 只要跟在我身边 这两株株叶子灵花 一人一株都送给你们 师兄我可不是小气的人 叶不凡的神情瞬间冷了下来 他给雷恒面子 可不等于让这些人 骑到自己脖梗上拉屎 既然这样 你们滚吧 一株都别想拿走 小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夏侯廷先是一愣 显然没想到 对方竟然敢这样 和自己说话 随后又极为嚣张地 哈哈大笑起来 小子 还真以为你拿了一个 狗屁新人排位赛冠军的投名 就了不起了 我告诉你 就这个身份 在我们三大宗门眼里 屁都不是 而且我也听说了 你那个第一 还是侥幸得来的 一个小小的练须境 也敢在本少爷面前嚣张 简直就是不知死活 杜冲在旁边说道 夏侯师兄 像这种不知好歹的人 就应该给他们点教训 直接杀了算了 这次就算了 当时给大长老面子 夏侯廷摆了摆手 居高临下地说道 就凭你们这点修为 根本就不配占有六叶子灵花 赶快滚吧 我这是对你们好 要是换做别人 不但要抢走这两株灵药 就算你们的脑袋也保不住 叶不凡冷冷一笑 既然这样 我也给雷恒大长老一个面子 给你们一个机会 赶紧滚 小子 竟然敢后我夏侯师兄这样说话 你这是找死 说话间后面的一个 矮胖子冲了过来 这家伙也是雷云宗的核心弟子 只是修为比夏侯廷差那么一些 但也达到了炼虚境巅峰 像这种大宗门的子弟 一个个都是傲慢无比 悟空一切 根本就没把叶不凡看在眼里 上来便是一巴掌拍了过去 杜冲一脸冷笑地站在旁边 终于动手了 只要双方撕破脸等一下 他就能寻找机会 置对方于死地 夏侯廷同样是一脸的傲然 在他看来 叶不凡绝对不会是 自己这个胖师弟的对手 毕竟像他这种大宗门 不但有丰厚的修炼资源 而且有高超的修炼功法 远不是普通人能比的 可就在这时 两个人的神情瞬间一变 只见那个胖师弟的巴掌 没有拍到叶不凡 反倒是一只大脚 踹在了他那张油腻腻的大脸上 叶不凡这一脚 虽然没有出全力 但也是踹得结结实实 那个胖子直接倒飞出去 扑通一声 落在旁边的湖水里 随后他肥胖的身体 伴随着嘴里吐出的血水浮出水面 狼狈不堪地爬了出来 小子 你竟然敢偷袭我 这个家伙显然还没认清现实 再次一声怒吼冲了过来 结果就是 再次飞出去 掉进了湖水里 怪不得这么嚣张 还多少有那么点伸手 但那又能怎么样 就算你再厉害 也只是练虚境 跟合体期 还是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夏侯廷虽然有些震惊 但依旧没把叶不凡放在眼里 赶快给我师弟下跪道歉 然后再把储物戒指交出来作为赔偿 不然后果 你承受不起 也难怪他说起话来会如此有底气 刚刚叶不凡动手太快 而且压制着修为 让他根本就没看出深浅 还以为对方只是练虚境巅峰 不过 想想也正常 在昨天的新人排位赛的决战上 对方也只是这个修为 从练虚境达到合体期 是一个极其难以跨越的门槛 好多修士一直到死都无法突破 谁又能想到 一个晚上会有人完成这样的提升呢 滚 叶不凡懒得和这家伙废话 说完便伸手向着六叶紫灵花抓去 小子 你找死 看到自己被无视 夏侯廷勃然大怒 抬手便是一掌拍了出去 五雷神拳 雷云踪三大绝学之一 夏侯廷还怒出手 这一掌拍出化作漫天的掌影 油蓝色的电弧不停地吞吐着 隐约之间 还带着雷鸣之音 他对于昨天最后那场巅峰之战 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 知道叶不凡虽然胜了 但也是险胜 还是有故意取巧的成分在里面 正因如此 他这一次出手 信心十足 自己虽然也是合体初期 但和拓巴扬那种刚刚突破的不同 而且 作为雷云踪的少门主继承人 他无论是作战经验 技巧 还是功法的等级 都远超同龄人 所以在他看来 自己的五雷拳一出 叶不凡必定是一招都挡不住 必然会被电得七昏八素 只可惜 结果和想象的截然不同 他没有看到对方狼狈不堪的模样 反而看见一只巨大的脚掌 瞬间便穿破了漫天的掌影 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不惧怕我的雷电之力 这已经是夏侯廷最后一个想法了 随后那只脚掌 便狠狠地踹在他的脸上 和刚刚踢那个胖子 没有任何区别 啊 带着无尽的震惊和不甘 夏侯廷同样向后倒飞而出 掉进了身后的湖水里 一直到最后他也想不明白 对方的修为看起来 并不比自己高多少 怎么连他的一招都挡不住 而且以自己五雷掌的威势 任何人见了都会被压制 为什么对方丝毫不惧怕 自己的雷电之力 雷云宗的其他弟子 也都吓了一跳 要知道 夏侯廷可是他们当中 最强的一个 怎么就这样被对方给踢飞了 杜充同样被吓了一跳 他之前没有直接出手 为的是以防万一 没想到 对方竟然真的厉害到这种程度 同样是合体初期 他的修为比夏侯廷还要弱上一些 更不要说和叶不凡相比了 他的瞳孔缩了缩 这样一来 家族交给他的任务 靠自己恐怕很难完成了 只能以后找机会伺机而动 夏侯廷从湖里面一跃而出 重新跳上小岛 作为宗门的核心弟子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自信和骄傲 同样不相信自己 这样就输了 小子 再接我一招 这次的夏侯廷 再没有任何留守 直接拿出了全部实力 并且用出了五雷神拳当中 最凶狠的一招 天雷将士 只见他凌空跃起 双拳齐出 拳头上密密麻麻的 都布满了蓝色的电弧 随着双拳击出 那幽蓝色的电弧 形成一张密集的大网 直径足有杖许大小 从天而降 狠狠地砸向叶不凡 这已经是他最强的一招了 以往在对敌的时候 曾经用过 向来都是无往不利 甚至可以越阶斩杀 曾经战胜过 合体中期的对手 也正因如此 夏侯廷对自己 这次出手充满了自信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张电网刚刚砸下去 叶不凡的身影却不见了 怎么可能 他猛地瞪大了双眼 这是什么神法 速度怎么这么快 人突然间就消失了 而就在这时 一道凌厉的进风 从身后传来 再想躲闪 已经来不及了 叶不凡进阶到合体七之后 瞬移不但距离达到了百米开外 而且速度更快 他瞬移到对方的背后 抬脚对着屁股 狠狠地踹了下去 夏侯廷就感觉身后 一股巨大的力道袭来 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射向地面 狠狠地摔了一个狗啃泥 他从地上爬起来一头的草叶 满脸的沙土 屁股上印着一个硕大的脚印 模样比刚刚掉进水里 还要狼狈十倍 可这次彻底让他惊醒了 知道自己真的不是对方的对手 以叶不凡的修为 至少也是合体中期 而且有着丝毫不输于自己的功法 这个混蛋 看来 昨天对战拓跋扬的时候 是隐藏了修为 实在是可恶至极 夏侯廷心中无比地恼怒 但这次却不敢有丝毫表现 更不敢再去打那两株六叶子菱花的主意 陆雪曼和李清竹更不用说了 以他现在这个狼狈的样子 连看人家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他对旁边的几个人一摆手 我们走 杜冲和另外几个人 也意识到了事情不对 紧跟着他就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 一个冰冷的声音传来 我让你们走了吗 六叶子菱花我已经不要了 你还要怎么样 此刻的夏侯廷色力内人 眼神中充斥着巨异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和跋扈 叶不凡淡淡地说道 六叶子菱花 那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和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碰触到叶不凡的眼神 夏侯廷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两步 别忘了我可是雷云踪的人 雷云踪吗 雷恒大长老的面子 我已经给过了 夏侯廷说道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你们来做什么都不知道吗 叶不凡脸上露出一抹戏血 谁都知道 这六叶子菱花是我们的 但你们偏偏要抢 既然爱抢别人 那就要做好被抢的准备 把你们的储物戒指都交出来吧 让我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他这话说完 夏侯廷杜冲几个人顿时神色大变 他们这次进入天罗秘境之后 可谓是收获颇风 采了足足有数十株灵药 另外 他们每个人的家底 都在储物戒指里面 总不能就这样让人家拿走 姓叶的 你也不要太过分了 夏侯廷刚要说话 叶不凡便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抬手一点 封住了他的弹中穴 过分吗 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 你抢我的 我就抢你的 这对大家来说都非常公平 我这人向来非常讲礼貌 来而不往非理也 你们来抢别人的时候 就应该做好被抢的准备 事实上 夏侯廷杜冲这些人 想的只是碾压对方抢别人 可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也会被抢 此刻眼见事情不好 剩下的三个人 立即掉头就跑 准备逃走 叶不凡早有准备 又怎么可能给他们这个机会 两道指锋弹出 便封住了那两个练虚境巅峰 随后身影一闪 便挡在了杜冲的面前 直接一巴掌拍翻在地 几乎一转眼的功夫 四个人的修为 就都被封住了 最后 他对着蒋方舟摆了摆手 动手吧 好嘞 这个我擅长 自从上次打劫了 郑一横几个人之后 蒋方舟现在已经喜欢上了 打劫这种感觉 他一脸兴奋地冲得过来 将四个人的储物戒指 都拿了过去 还不忘在屁股上补了两脚 叶大哥 给你 蒋方舟将四个戒指 都递了过去 叶不凡接到手里 强大的精神力 轻而易举地 就破除了戒指外面的结界 随后心念一动 里面的东西 便全部浮现在众人面前 好多啊 陆雪曼几个人 都露出了震惊的神情 这四个人的好东西 着实不少 除了之前采集的 数十株灵药 上品灵石 就有金万颗 另外 杂七杂八的东西 还有一大堆 叶不凡也被震惊了一下 他现在可是清楚 上品灵石的价值 要知道他之前 将所有金币 都拿出去兑换 再加上从郑一横 他们那些人手里抢来的 才勉勉强抢 凑到了不到一万颗 还不如眼前 这四个家伙富有 不过 也那 杜家原本就是 大兴帝国的大家族 说其富可敌国 毫不为过 而杜冲 又是杜家的核心子弟 未来的希望 自然享有大量的资源 夏侯廷更不用说了 作为雷霆宗掌门的弟子 未来的少门主 同样优先享有宗门的资源 震惊过后 他的目光落在一个玉检上 神石扫视了一下 顿时心中一喜 这块玉符里面记载的 并不是什么出色的功法 而是关于整个 昆仑大陆丹药 和药草的等级划分 这东西原本是属于 夏侯廷的 可能是雷霆宗 为了方便他们 在这里寻找灵药和宝物 特意准备的 而这个刚好 是叶不凡所欠缺的 古一门传承当中 虽然对各种药草 都有所记载 却没有明确的等级划分 更没有属于 昆仑大陆的等级 有一些药草虽然一样 但名称和这边 还多少有些出入 看到这一幕 夏侯廷顿时急了 叶不凡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都拿走 怎么也要给我们留一些 我靠实力抢来的东西 凭什么给你们留 叶不凡细写地说道 就凭你们这四个弱鸡 根本就不配拥有 这么多好东西 所以我替你们收了 我 夏侯廷差点没背弃吐血 他可是雷云宗 上下皆知的五道天才 从小到大想 有的都是鲜花和赞语 还是第一次被人说成弱鸡 但没有办法 谁让他不是人家的对手 他压下心中的怒火 可是 那些灵石都是我们的 你不能拿走 为什么不能拿走 我这也是为你好 叶不凡嘲讽地说道 要是换做别人 不但要抢走你们的东西 恐怕你们的脑袋都保不住了 啊 夏侯廷瞬间傻眼 这是我的台词啊 他刚刚还拿来嘲讽人家来着 结果风水轮流转 这么快 就又落在了自己的脑袋上 此刻 他满心的愤怒 可是没有办法 行事比人强 在这个地方 就算叶不凡 真的将他们四个彻底抹杀了 也是神不知鬼不觉 不会被任何人发现 滚吧 叶不凡说着袖子一挥 直接将四个人震飞出去 同时也解开了他们的穴道 夏侯廷和杜冲回过头来 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却谁也没敢说什么 灰溜溜地逃离了这里 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李清竹撇了撇嘴 院长 像这种人渣 就应该直接杀了 干嘛要放了他们 没这个必要 叶不凡摇了摇头 不管怎么说 雷恒的面子 总是要给一点的 最关键夏侯廷的目的 就是抢走两株六叶子灵花 并没有想对自己下杀手 这种情况下 自己抢走他们的储物戒指 就已经足够 不然对方已经是一具死尸了 最后 他取出两个玉盒 将六叶子灵花 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而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 紧接着一股浓郁的灵气冲天而起 众人一起扭头看去 按照估算 发出声响 那边距离这个小岛 差不多要二三十里的样子 可就算这样 那浓郁的灵气 也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蒋方舟惊喜地叫道 叶大哥 那边好像有好东西出事了 我们快过去看看吧 我们走 对于这种事情 叶不凡自然不会有半点耽搁 四个人立即如同离弦的剑一般 向那边冲去 虽然这里不能遇空飞行 但他们速度也是奇快 大约几分钟之后便来到了这里 叶不凡他们到达的时候 这里已经聚集了十几个人 天水阁的水月里 神剑山庄的赵明珍都在这里 就连刚刚分开的夏侯亭一行人 也都赶到了这里 他们刚刚到达 又是几条人影急迟来 赫然是听到动静的 嘎人那三个人 也就是说 除了已经彻底 被剑尾歇撕碎的拓拔杨兄妹之外 进入天罗秘境的人 都已经来到了这里 而在众人面前 则是一个巨大的水潭 从形状上看起来 工工整整 是个长方形 而且中间又化成十二个小块 每个小块大约篮球场大小 彼此之间的距离很近 却又精卫分明 不知这是人为的 还是大自然形成 水潭当中并不是普通的潭水 而是淡绿色的液体 看起来要比普通的水浓稠得多 而且散发着极其浓郁的灵气 看到那淡绿色的潭水之后 旁边的陆雪曼 立即发出一声惊呼 我的天啊 这是地脉灵液 此刻叶不凡和其他人也都认出来了 虽然从颜色上看 这种地脉灵液的等级并不高 属于最下等的那种 但这种东西属于天地灵物 所蕴含的灵气 也不是临时能够比拟的 赵明珍和水月里 对于众人的到来 仿佛没看到一般 只会自己的手下人 对面前的一个结界 猛烈地攻击着 原来刚刚那声巨响 就是攻破一道结界发出的声音 而现在水潭外面 赫然还有一层结界 有结界阻挡 竟然都能感受到 如此浓郁的灵气 可见这地脉灵液 着实是修炼的好东西 其他人都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也纷纷加入了战团 对着水潭的结界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人多力量大 有了众人的加入 攻击的速度 一下子便快了许多 只听轰隆隆一声巨响 第二层结界瞬间破碎 顿时一股浓郁到 极致的灵气四散开来 让众人感觉到无比的舒爽 就算不修炼 仿佛都能感受到修为的提升 赵明珍一步踏出 直接到了水潭上空 感受到宁如实质的灵气 兴奋地叫道 果然是地脉灵液 最后 他用目光冷力地 看向了叶不凡等人 语气强硬地说道 这里是我和水仙子发现的 地脉灵液自然要归我们所有 除了三大宗门之外 其他人可以离开了 听到他这番话 在场的众人都是神色一变 夏侯廷等人 则是露出窃喜的神情 就算你们厉害又如何 终究不属于三大宗门的人 而且他丝毫不担心 叶不凡会用墙 因为赵明珍和水月里 两个人的修为都在他之上 况且还有其他的弟子 一旦三大宗门联手 对方必败无疑 叶不凡说道 你这也太霸道了吧 天地灵雾 原本就是有缘者得知 况且 刚刚那层结界 也是大家一起打开的 凭什么归你们独占 我要你们出手了吗 就算没有你们 难道我打不开那层结界吗 之前那个结界不是同样打开了 赵明珍一脸傲然地说道 什么有缘者得知 那都是放屁 在修真界 向来都是有实力者得知 没有实力 你什么都拿不到 杜冲跟着说道 没错 我们三大宗门地位崇高 不是你们这些人能比的 地脉灵零液自然也没有你们的份 这家伙这时候站出来 为的就是激怒叶不凡 然后想借着赵明珍和水月里的手 将对方除掉 他的想法和夏侯廷一样 大不了三大宗门一起出手 就算对方是合体中期 也不可能对抗他们十二个强者 叶不凡皱了皱眉 正当他准备发作的时候 旁边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正是来自乌孙国的嘎日纳 三大宗门 果然还是欺负人 既然这样 那就谁都别用了 昨晚只见 他手中多了一颗黑乎乎的药丸 大约乒乓球大小 虽然和众人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但依旧能闻到 那东西散发出来的臭气 赵明珍似乎感觉到了不好 神色阴沉地看了过来 你要干什么 和你们三大宗门相比 我就是一个弱小的女子 还能干什么 对于他冷立的眼神 达尔纳似乎丝毫不放在心上 几根手指摆弄着手中的黑丸说道 我也没什么本事 最多就是搞点毒药出来 这颗药丸是我自己炼制的 一旦扔到地脉灵液里面 马上就会变成毒液 别的不说 我保证谁也用不了 只要吸收到体内 必然暴体而亡 赵明珍勃然大怒 你敢 有什么不敢的 不然你就试试看 嘎尔纳的神色 瞬间沉了下来 虽然我的修为不如你 虽然我们地位比不上三大宗门 但我保证 在你动手之前 将这里的地脉灵液彻底毁掉 你 赵明珍气得双眼喷火 身上杀鸡陡然暴涨 但最终理智还是压着怒火 没敢动手 毕竟这地脉灵液属于天才地宝 一旦毁掉就可惜了 他现在想要的是 尽可能地获取资源 而不是谁都拿不到 赵师兄 别着急 听我一眼 这个时候 一直冷落冰霜的水月里 迈步走了出来 算是给了赵明珍一个台阶下 水仙子有话请讲 同为三大宗门的人 同为天骄级的武道天才 赵明珍纵然在骄傲 对水月里也不敢有任何轻视 反倒目光中流露出一丝爱慕之意 水月里的声音清澈悦耳 十分动听 只是透着一股寒意 不知道赵师兄可知 这地脉灵液的特性 这 没想到水月里问起这个 赵明珍说道 地脉灵液是 天地灵物蕴含的灵器 机器浓郁 而且比灵石更适合修炼 更容易被吸收 这家伙说了一堆地脉灵液的优点 水月里却是微微摇了摇头 赵师兄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你可知这地脉灵液 只能就地修炼 而不能带走 这赵明珍微微一愣 这个他还真没有听过 不但是他 其他人也不知道 地脉灵液竟然还有这种特性 水月里又说道 地脉灵液虽然灵器丰厚 却不能离开地脉的滋养 一旦收走之后 灵器马上就会涣散 与普通的潭水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各位不信的话 一事便知 他这番话说完 神剑山庄马上有一名弟子 来到水潭前 伸手捧起地脉灵液 众人的目光一起看了过去 只见那地脉灵液原本凝稠犹如胶质 灵器充沛 可被捧到手里之后 马上开始颜色淡化 灵器涣散 两个呼吸之后 便已经彻底颜色消失 与普通的清水无异 再没有半点灵器可言 这 看到这一结果 照明珍几个人的神情 都是变了变 原本按照他们的想法 是想将叶不凡几人驱赶之后 三大宗门平分这坛池水 直接收入储物戒指 带出天罗秘境 以后慢慢修炼 这可比大量的灵石有用得多 可万万没想到 地脉灵液竟然还有这种特性 看来之前的想法落空了 水月里继续说道 这里的地脉灵液很多 既然带不走 那大家就在这里一起修炼吧 这次对他的提议 没有任何人反对 因为这里的地脉灵液 确实是太多了 不要说天罗秘境开启的时间 只有三天 就算是修炼上三年 他们也吸收不完 这种情况下 多一人少一人 根本就是无所谓 夏侯廷讨好的说道 潭水一共分为十二部分 而我们有十九个人 既然这样 那就请水仙子给分配一下吧 其他人也没有意义 直接将分配权交给了水月里 这里的地脉灵液 足够我们这些人用 根本用不着分配 水月里说道 为了方便使用就这样吧 我们三大宗门和水木大学 都有四个人 每两人占用一个水潭 剩下的三个人用一个水潭 如果有谁吸收得快 剩下的三个水潭随便使用 只要你有那个本事就行 他这番话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 这里的地脉灵液足够多 就算是四个人合用一个水潭 恐怕三天时间到了 也吸收不完 也正因如此 对于这个分配结果 大家没有任何意义 嘎尔纳同样没有说话 他们虽然三个人合用一个水潭 仍比别人多了一个 但他们的修为都在合体期以下 这些地脉灵液已经足够了 不要说三个人 就算是三十人三天之内 也吸收不完 看到众人都没有意义 水月里说道 时间紧迫 大家都抓紧吧 三天一到 我们都将被传送出天罗秘境 水仙子 等一下 就当众人都选择了属于自己的水潭 准备抓紧时间修炼时 夏侯婷却站了出来 夏侯师兄 有什么事吗 水月里话语很客气 但态度极为冰冷 就仿佛一个没有任何情感的机器人 夏侯婷却是犹弱未绝 目光贪婪地盯着对方的绝美容颜 依旧是满脸的产妹 是这样的水仙子 你看我这里有一颗聚灵丹 能够让人吸收灵气的时候 速度提升一倍 我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有限 有了这颗丹药 能够让你事半功倍 尽最大可能的 吸收地脉灵液的灵气 说完他伸手摸出一颗黑色的丹药 递了过去 看到这颗丹药 在场的众人都是双眼放光 按道理来说 这种聚灵丹的等级并不高 只能算是五届丹药 也不能长时间使用 否则会效果大打折扣 可用在今天这种情况下 这种丹药实在是太合适了 蒋方舟看到这一幕 先是双眼瞪大 随后一脸的恼怒 这个狡猾的王八蛋 竟然还藏有一个储物戒指 事到如今 他乃能还看不出来 这个夏侯廷有两个储物戒指 当时他兴奋之下 只是拿走了一个 并没有仔细观察 叶大哥 对不起 是我太大意了 蒋方舟一脸的愧疚 显然是对自己 没有做好打劫大业 深感自责 没事 叶不凡摆了摆手 毫不在意 他确实没有放在心上 看得出来 夏侯廷的主要财物 已经被自己拿过来了 他留下那枚戒指 应该是储存一些 救命的丹药之类 自己需要任何修炼资源 偏偏就不需要丹药 这种东西 在自己面前 根本就不入眼 夏侯师兄有心了 水月里犹豫了一下 伸手一招 那颗丹药落到了自己手里 看到他收了自己的丹药 夏侯廷顿时喜笑颜开 随后又摸出三颗 送给了天水阁的 另外三个弟子 来来来 大家都有份 这家伙身上 带的聚灵丹很多 开始逐一发放 给了水月里之后 又送给了 神剑山庄的四个人 最后发了一圈 包括嘎人那 少风 几个人也都拿到了一颗 唯独漏掉了 水木大学的四个人 叶不凡嘴角勾勒出一抹笑意 看得出来 这家伙就是想通过丹药 让自己难堪 不过这种事情 自己又怎么可能会在意 事实上 夏侯廷确实是这样打算的 按照他的想法 先通过这种方式 将叶不凡的面子 狠狠踩在脚下 然后再通过聚灵丹 快速修炼 只要自己和杜冲 都突破到合体中期 到时候 两个人合力 就能将失去的东西 再抢回来 只是事情 和他想的有些出入 原以为叶不凡 看到聚灵丹 一定会羡慕不已 看到自己单单没有 分给他们四个人 一定会尴尬和恼怒 可结果是 人家没有任何反应 反倒是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自己 这让他极不舒服 其他人虽然不知道 雷云宗和叶不凡之间的矛盾 但也看出来 夏侯廷是在针对他 但这种事情事不关己 正常是没有人说话的 况且 他们还拿了夏侯廷的好处 可就在这时 水月里却是迈步走了过来 叶师兄 这颗丹药对我的功效不大 你拿去用吧 说完他将那颗聚灵丹 拖在掌心 送到叶不凡的面前 啊 夏侯廷就感觉 仿佛被人抽了十几个大嘴巴 脸上火辣辣的 他之前被抢的 就剩下这么点丹药 原本想讨好一下心中的仙子 结果转眼之间 被仙子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 心中好受才怪 叶不凡也多少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个冷冰冰的女人 会突然对自己示好 可随后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应该是秦碧瑶 在进来之前有所叮嘱 猜得没有错 水月里正是秦碧瑶的弟子 他虽然冷傲 但对师父的话 向来都是言听计从 虽然他看不出 眼前这个年轻人 有哪里出错 但师父既然说了 给一些关照 也是应该的 叶不凡刚要开口致谢 这时回过神来的夏侯廷冲了过来 水仙子 这样不合适吧 水月里皱了皱眉 夏侯师兄 你刚刚不是说 把这颗丹药送给我了吗 夏侯廷甘大的说道 我确实是送给水仙子了 可是 还没等说完 水月里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既然已经送给我 那我如何使用 就不劳夏侯 师兄费心了 夏侯廷一张老脸 瞬间仗成了猪肝色 此刻他难受得要死 既如同吃了苍蝇般的饿 心 又有一种被人戴了绿帽子的感觉 可偏偏人家说得有理有据 既然已经送出去了 人家想送给谁 如何使用 就跟他再没有半点关系 叶不凡微微一笑 水仙子 你的好意在下心灵了 不过这种垃圾玩意儿 还是扔了吧 留着也没有多大用处 夏侯廷差点没被气吐血 恼怒地叫道 小子 你说谁的是垃圾玩意儿 有本事 你别要 水月里再次皱起了眉头 虽然不知道 夏侯廷两个人之间 有什么矛盾 但对于这种赌气的做法 很不欣赏 没错 他就是认为 叶不凡在赌气 毕竟这个时候谁都知道 有了聚灵丹 吸收地脉灵液的速度 能够加倍 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 叶不凡微笑着说道 水仙子别多心 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这样 稍等一下 我再送你一颗好丹药 虽然他很讨厌夏侯廷这个人 但聚灵丹还是给了他启发 这个时候炼制一些丹药 完全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自己有混沌真气 吸收灵气的速度快得吓人 可对于陆雪曼 蒋方舟他们有着莫大的好处 这话说完 所有人都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 叶不凡根本不在意 其他人的想法 心念一动 便取出了药神顶 然后开炉炼丹 这下所有人都被震惊到了 没想到叶不凡一言不合就炼丹 这是在赌气吗 水月里也露出惊恶的神情 他没想到 这个年轻人竟然是个炼丹师 难道这就是老师看好他的理由 夏侯廷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叫道 小子 就算你是丹师又能怎么样 难道你还能炼制出聚灵丹不成 这可是五阶丹药 又岂是随随便便一个丹师就能炼制的 赵明珍等人也都露出深以为然的神情 叶不凡的年纪太年轻了 他们不相信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能够炼制出聚灵丹这种高阶丹药 叶不凡一边将一株株药扔进丹炉 一边说道 我炼的确实不是五阶丹药 更不是聚灵丹 夏侯廷立即叫道 我就说你 没有那么高的水平 既然炼制不出五阶丹药 凭什么说我的聚灵丹是垃圾 给我闭嘴吧 你个蠢货 蒋方舟之前没有把这家伙打劫丹井 心里憋着一股子火气 此刻立即发泄出来 你懂个屁 我们老大要炼制就炼制最好的 怎么可能会看上区区五阶丹药 啊 眼见着对方竟然这样和自己说话 夏侯廷眼中闪过一抹目气 但最终还是压了下来 没办法 实力比不上人家 这要是被当众再打一顿人可就丢大了 他冷哼一声 善善地地说道 你就吹吧 我看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这一下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就连水月里冰冷的面孔都闪过一抹差异 三大宗门的天才弟子 相互之间都是比较熟悉的 他自然知道这个夏侯廷是个什么德行 虽然武道天分不错 但人品着实不怎么样 贪财好色 而且极为狂傲 正常来说 如果有人敢这样对他 肯定会马上爆发 当场动手 可现在却是悄无声息的人了 实在是有些怪异 但这种事情没法问 其他人也都没有说话 一同站在旁边 看着叶不凡练丹 看了一会儿 夏侯廷和杜冲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 叶不凡抛进去的丹药 一株又一株 有好多都是 刚刚从他们那里抢过去的 这可是他们好不容易找来的灵药 结果都便宜了人家 现在又被拿去练丹 心中着实有些不适滋味 赵明珍说道 好了 我们的时间不多 没必要在这里浪费 还是抓紧时间修炼吧 他说的确实是事实 正常来说 一个丹师炼制一炉丹药 恐怕要四五个时辰 有的甚至需要几天 现在最重要的是 抓紧吸收地脉灵液 在这里耗着可不是办法 其他人也是这样想的 可刚要离开 突然叶不凡面前的丹顶里面 飘出一阵浓郁的丹香 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夸 所有人都露出震惊的神情 他们虽然不会炼丹 但多少懂得一点 知道 如果有丹香飘出 就是要承担的表现 但问题 是从炼丹开始到现在 才刚刚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这又怎么可能 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 只见叶不凡伸手一招 收丹爵打出 一连串十颗弹药 从丹炉里面飞了出来 落进手中的玉瓶里 这 这真的成功啊 三大宗门的人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什么时候炼丹变得这么简单了 收工 叶不凡心念一动 便收起了要神顶 拿着玉瓶来到水月里的面前 他这人向来是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既然刚刚这个女人表现出了善意 那自己也不会吝啬 水仙子 这个你拿着 大家忍手一刻 说着他一挥手 四颗丹药飞了出去 悬浮在水月里的面前 金色的丹纹在阳光的照射下 熠熠生辉 一股浓郁的丹香充斥着四周 我的天啊 这竟然是上品丹药 周围的人都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他们不会炼丹 可这并不妨碍知道 上品丹药的珍贵 传说中一炉丹药出一颗上品 就已经是了不起的丹师了 可这家伙一下子 就拿出四颗上品丹药 还是在一刻钟之内练成的 这炼丹造诣到底有多恐怖 炼丹大师还是炼丹宗师 好像这两种 也达不到这么高的造诣水准 水月里深吸一口气 压下震惊的心情 伸手将四颗丹药接在掌心 他现在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老师一再叮嘱自己 要和眼前的年轻人打好关系 就凭这份炼丹造诣 无论到哪个宗门 都能成为地位崇高的座上宾 敢问叶师兄 这是什么丹药 有何功效 他的语气依旧冰冷 却比之前客气了许多 眼神中多了一丝敬畏 叶不凡说道 这是掏灵丹 三天之内 能让你吸收灵气的速度提升十倍 啊 听到他这番话 在场众人都露出惊恶不已的深情 能够将吸收灵气的速度提升十倍 这是多恐怖的一件事情 刚刚夏侯廷拿出的聚灵丹 能够将吸收速度翻倍 原本以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没想到和人家的丹药 一比就是渣渣 说它是垃圾 没有半点夸张 可问题来了 聚灵丹都是五阶丹药 那眼前这个掏灵丹 是什么等级 水月里心中也有这个疑问 问道 叶师兄 这掏灵丹是什么等级的丹药 等级也不算太高 七阶上品 以叶不凡现在的炼丹造诣 完全可以炼制八阶丹药 七阶上品在 他眼中确实不算太高的级别 可这种事情他自己知道 听在别人的耳中 就截然不同了 能够炼制七阶上品的丹药 那对方的炼丹造诣 到底有多强 再加上这个年纪 想想都让人感觉害怕 要不是天罗秘境超过25岁 就无法进入 他们真怀疑 这是一个隐藏年龄的老妖怪 叶师兄 那我这里谢过了 水月里原本冰冷的面孔 常闪过一抹喜色 对着叶不凡湿了一礼 如今地脉灵业就在这里摆着 再有一颗能够帮助吸收速度 提升十倍的高阶丹药 这绝对是天大的好处 旁边的人都是羡慕不已 再低头看看 自己手中的聚灵丹 马上感觉就不香了 有些甚至开始安安后悔 早知道这样 自己刚刚就该把手中的丹药送出去 现在同样也能得到天大的好处 夏侯廷脸上又是一阵火辣辣的 原本他是想通过手中的丹药 踩一踩叶不凡的面子 顺便讨好一下水月里 现在可好 人家当场炼制一炉丹药 一下子将吸收速度提升到十倍 向来对男人不假辞色的水月里 当场道谢 别人的脸没打成 反倒将自己的脸打得啪啪作响 赵明珍眼神中则是闪过一抹怒意 原本他一直爱慕着水月里 只是这些年没有明显表露出来 因为在他的内心当中 放眼整个天罗周 也只有自己才能配得上水月里 其他人根本都不配 包括夏侯廷也不行 所以这种事情根本不用着急 按照他的想法 想要等到这次天罗秘境探索之后 自己将修为再提升一个等级 然后再到天水阁提亲 在这之前 不用担心水月里会喜欢上其他人 因为这个女人实在是太高傲了 除了自己之外 不可能看上任何人 可今天的事情 却是让他有了一丝警觉 甚至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感 虽然道谢只是一个礼节 但是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 水月里对男人有这种态度 最主要是那种眼神 与看其他人时截然不同 这让他极不舒服 想到这里 他冷哼一声 水仙子 不要被一些心怀鬼胎之人给骗了 这种临时炼制的丹药 有没有效果还不好说 这是天罗秘境开启了